蓝白和政党协商一结束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是立刻赶到了南港展览馆 跟自家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合体参加活动 展现两人的团结一心 因为这次的协商侯友宜并没有参与 是否有种被卖掉的感觉 两人的笑回说不要见缝插针 侯友宜也在喊话 总统这局他不会缺席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结束蓝白政党协商 不到半小时就感到南港展览馆 和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合体出席活动 因为谭整合却独缺了蓝主角 就怕侯市长有被卖掉的感觉 绿营就说你是不是被朱主席卖 朱主席不在这里吗 朱主席不在哪 我还不在旁边吗 你这个是帮助绿营来 来来来 见风扎争咯 这不可能 我们就完全 事前事后都有保持非常明确的联系 我们是一致的 强调侯朱连心 但就算齐力蓝白总统人选怎么产生 还是在妥协 在总统这一局 以及政党人体这一局 蓝白合作这一局 我们都不会缺席 重申总统这局不会缺席 是在隔空上科问者喊话 真的我来当吗 我们要做前民调民主 他自己的开放出现会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一切进到政党协商 我们期待的是政党协商的过程当中 越快越好 因为时间不等人 力蓝白出现在同张选票上 但谁赠谁负 还是没把话讲明 而第一次政党协商刚落幕 朱立伦 蒋万安 张善政 统统集合出席活动 挺观光 更是要挺自家参选人 展现蓝营团结气势 接下来 台北采访报道